一个小时能收割五某毛豆的机器 你见过吗 在农业高度发达的日本 机器收割毛豆已经非常普遍了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日本的农业大省新瀉 他们是怎么收割毛豆的 在新瀉的农民 他们通常采用的是 把毛豆收割机悬挂在拖拉机后面进行收割毛豆 安装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轻轻一按 就能轻松连接或者拆卸 在收割完毛豆后 你还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这样不但能节省空间 还能方便运输 它的收割流程 我们可以分为以下这几个步骤 首先在收割机通过一珠珠的毛豆的时候 毛豆植株就顺着传送带 一直走到拖豆夹的环节 它要经过特殊处理过的毛豆夹刀 从根部开始高速的分离出毛豆夹 同时也因为它独特的设计 能有效的减少毛豆的刮痕和插伤 第二步就是分检 机器通过鼓风机和滚筒传送机的作用 风从滚筒顶部流过 把叶纸和豆夹分开 并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减少收容器里面的叶片碎渣 第三步就是它能实现一个人开着拖拉机 带着收割机收割毛豆 而另一个人只需要跟在后面更换装满的毛豆框 同时偶尔清除堵塞在机器上的枝条就可以了 这台收割机的工作宽度是60厘米 一次性可以收割两行 工作速度大约是每小时0.6至0.7公里 由于毛豆收割机是安装在拖拉机上的 所以它和乘坐式的毛豆收割机相比 它更容易的在地头田间移动 或者通过台阶进出田地 因为它的移动是通过拖拉机进行的 随着我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和人工越来越贵的情况下 使用机器助力农业就慢慢变成了趋势 像欧洲的大农场 他们用的是大型机器 而日本的小农经济 他们用的大多数是微耕机器 对于我国 我们有东北的大平原 有南方的山地和丘陵 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下 未来的科技农业发展下 我们需要拥有符合我们自己 实际情况的农业机械设备 让我们的农友们能轻松的种好地 你觉得呢 好了 我是冰冰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 希望您能点赞转发加关注 冰冰带您走进真实的日本山农